中國一直是美國境內芬太尼的最大來源國 美國議員形容這是中共對美國發動的鴉片戰爭 美中貿易戰期間 中共曾應特朗普的要求重判幾個芬太尼毒販 除了美中關係破裂 中共又開始公開包庇美國懸賞通緝的芬太尼販毒運者 在8月31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發言人汪文斌批評了美國針對中國公民張健的懸賞通緝行動 此前一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懸賞500萬美元 以獲取可幫助拘捕張健或張其定罪的信息 張健被指跨國販毒組織的關鍵頭目 2017年被美國司法部控訴通過互聯網向美國銷售芬太尼和類似芬太尼物質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說 2013年至2016年間張健領導的犯罪組織向美國輸入和分法 分泰尼和類似物 導致至少4個美國人用藥過量死亡 並令其他5個美國人造成嚴重的傷害 但是汪文斌在記者會上宣稱 相關的藥品當時在中國是屬於未被列管的普通化學品 並且美國核金仍未提供相關人員違反中國法律的證據 汪文斌並指控美方衝緝行動嚴重破壞中美禁毒合作的基礎 此前中共外交部官員已經多次宣稱 美國不要指望一邊打壓中國一邊希望中國合作 2018年12月1日 習近平和當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阿根廷會議時 曾承諾管制分泰尼 當時美中關稅戰正在進行 中共努力向美國示好 以換取停止或暫緩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2019年11月中共一家地方法院 將9名向美國走私分泰尼的毒販判重刑 其中一人被判死援 長期以來中共在國內管制毒品 卻縱容分泰尼在中國大量生產並輸入美國 造成每年數萬美國人死亡